哈嘍大家好,我是Arikan 今天我們這個一桌的陣仗是要做什麼呢? 可怕要喝醉吧,買醉 繼創意系列之後,第三怕創意調酒 我昨天才就是家族旅遊玩回來 然後我就不小心學到了一些不一樣的巧酒方法 這是原住民朋友跟你講的嗎? 我的家人跟我其他的原住民朋友跟我講的配方 欸其實是好喝的 但我覺得這個有點兇欸 紅標米酒嗎? 這個做菜有嗎? 你待會兒就知道了,真的很好喝 不得了 高粱我也不敢喝啊 這應該是剛剛先冰凍一下 凍膏 之前人家跟我說凍膏,我還以為自己不點什麼 吃麻辣鍋你就要點凍膏 這什麼是凍膏 第一種是霸家冰火 你說這後進很強 我表妹想企圖用這個灌火 這兩個的%應該都不高吧 3.5 這10.5 3.5加4.5你想要怎麼樣 欸有時候後進強是比如說啤酒混烈酒 真的 我剛剛應該看這裡也就miss叫這個 他寫在這邊那麼大一個字 OK 蝦掉了 比比比多1-1嗎? 靠酒我們不要那麼追求 大概是1-1 剩下的1-1 我好像自從大1之後就真的沒喝過冰火了 給你試一下,因為我前天已經喝過了 好好好 怕喝醉其實,不要害怕 你說冰火嗎? 這是什麼狗啊? 冰火的味道太重了,太香了 它就是一個非常少女的酒 欸我覺得有點暈欸 我不是很快欸 還是我只是沒睡飽 我覺得這兩個還是分開來喝就好 那如果真的會讓酒精bubble加成上去的話 其實它這樣很省錢 可是因為我們兩個人的酒量很難 不知道怎麼試測 後的飲料也強不強 這卻泡的意思是 就是我們兩個人都很好 所以沒有辦法試測這件事情 剛剛是誰說投影的 把它吊完下一個 炸掉 高粱加酥糖 高粱加任何的有電解質的運動目標 據說這樣子比較不會怎麼得衝 我只知道高粱加養樂說我有試過 其實我很怕高粱味 我也很怕 這個就不要1-1了好不好 我看這個就3-1好了 這個真的還好 可以沙調 是的 你是很公平嗎 你有公平嗎 我有啊 你不要因為這個杯子就是透明就這樣 哪裡 不公平嘛 蛤 等一下 你再比一下 這要打不準嗎 它還是會有高粱味啦 可能我那天喝的酥泡的比例真的比較高 我那麼像塑膠 我不覺得沒塑膠味 我覺得比例可能要再多一點點 你試看 不好喝 這是什麼啦 誰給你推薦的 我必須要喝 沒有關係 就是如果說 你到熱炒店 然後有人想要就是用高粱灌你的話 你可以套一點酥泡下去 因為它看起來還是透明的 看不出來 沒有加東西喔 真的嗎 會變濁濁的吧 你看得出來有加東西 那裡面不是冰塊嗎 欸 你倒完了嗎 對啊 沒關係我們可以往前拉個幾秒鐘 你看你剛剛是不是透明的 我那天喝喝配到高粱的 這個很痛跑就好嗎 喝四跑不會喝醉 你在追求便宜又可以喝醉的時候 他是不是說這兩次還在吃過 你陸謠言說高粱加酥泡是可以解救的 好像真的起了一點 你剛剛演不過就是喝冰火加啤酒 那意思是可以多醉 那你等一下把高粱喝到一半 你知道嗎然後你再試試看高粱加酥泡可以解救 你怎麼看哪一個實驗 為什麼是我 加在這欸 我就可以欸 要不要 吃到食色嘛 對 餐點數的 一半然後馬上再喝罐那個嗎 沒有我在我後面看到是這兩個要加在一起 他在胃裡也攪在一起 我知道為什麼 他一定就是要在外面攪在一起之後再喝下去 我們要讓大家看量 哇賽 說我跑 沒有吧 這樣有半罐嗎 沒有啊 那邊才是三分之一 有的啦 可以了啦 哇賽 很重嗎 沒有吧 很重嗎 黎明小朋友 欸但是我覺得高粱的比例重也沒有 可是我個人就是特別厭惡高粱味 就這比較有重點 不然你們可以用飽泡的意思是看其實一樣的意思 啊 飽泡的意思是看 因為我那天好像是喝飽泡的 我現在突然就打開了 哈囉 對我剛剛喝醉了對不起 剛剛去踩擺的時候黎明都沒有喝 因為我那時候想說酥泡比較是大家耳熟的一個牌子 運動療我其實都很飽泡的 只要是運動療都可以好 好 你不要給我這樣躲 剪刀收布啊 我們玩一個拳好不好 他準備好酥 大家看一下 我剛剛喝了一層 我大概很常買了 欸我喝完一半 不行不行 你喝欸 願賭服輸這句話我真的是 一開始原本是你要喝欸 我都喝掉一半了欸 剩下三分之一 我給你 我覺得沒有感覺欸 我們兩個在那麼短時間之內到這樣子 第三種真的是原住民界的 你知道LV 米卡濃 銅標米酒加柏朗咖啡加國農牛奶 現在業界有傳 其實米酒加咖啡就很好喝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來先吃米酒加咖啡 我們再加 野界是哪野界 我昨天在爬文看Youtube的時候 沒有你知道我第一次喝是誰跟我講的嗎 鳴魚哥先生 他調這個還真好喝 那時候就好喝 在節目上啊 那你們節目上會吃那麼久 因為我們那時候節目是在介紹原住民的調酒 那你介紹什麼 我就是試喝那個人 都感覺很廢啊 哇靠你現在黏你的眼球超大 他們認識我是不是我 這麼久就是長這樣 沒有我認識你的時候 你生日的時候 你在潛櫃裸上半身抱著那個熱口吐 然後我想說 Are you okay 你生日的熱口吐還不是一樣 你好意思 沒有我生日喝的不是啤酒 我生日喝的是烈酒 好臭喔 好臭喔 等一下 你不要這個放上去 好好好 不要害怕一比一啦 古老師本來就很難啊 對 好了好了好了 你要那麼懂是不是 是不是加太多咖啡了 沒有酒味 不夠不夠 我算覺得NC液菌很厲害 NC液菌喝的不算少 但是他在影片裡看起來還蠻正常的 所以就是有些人是天生適合 我就不適合那種 你就好好當 bartender就好了 你就不要喝 你就做 其實很好喝對不對 他都給米香 其實紅標米酒這樣大是好喝的 他剛剛一直說紅標米酒不能直接喝 誒 我覺得很厲害耶 真的多了一個米香 不要想到了 一個Shot的某種牛奶 我就各加一半好了 很美酒味 我比較喜歡剛剛的 現在的瑋韻變成奶香比較重 那剛剛的瑋韻是米香 所以我們的大人 要不要紅標米酒調一個酒 我覺得可以去夜市辦個看 為什麼要去夜市 你不覺得很適合嗎 但是你有沒有去過花蓮東大門夜市 有一間盤子叫原醉 我知道原醉 我從來就原醉了耶 因為他的酒都是用一些米酒 小米酒 高粱 本來一開始會覺得我最喜歡的是高粱加速泡 但我剛剛其實最不喜歡的就是高粱加速泡 就是這個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幫我按讚訂閱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ERICA 決亮好 YSHA 決亮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下一支要這樣拍第五人歌 請收看下一支第五人歌 下禮拜見 拜拜 這段BONUS給看到最後的大家 你真的有多紅耶 是不是喝醉酒 我臉白就容易紅 這是我自己釀的米酒 愛情釀的酒 其實釀的米酒就很方便 不管是不是清美啊 然後泡你自己想要的自己酒 像我這個是泡威士忌 這很好喝耶 威士忌米酒 但是我要知道你的功力在哪裡 我有在外面喝過威士忌米酒 但是我覺得我比較像愛情那樣的酒 你知道我這次去台中 然後我就是在那個飯店的走廊聽到 他說欸這個我知道他是誰 他跟他男朋友就是在拍影片 我那時候本來我大叫說 他不是我男朋友 我那時候算了我要氣足 泡了多久啊 這差不多半年 你可以先喝 然後再加冰糖 好酸喔 幫我一起下糖 怎麼會那麼澀啊 因為我第一批泡的時候 我一開始沒有加糖 我糖是泡了三個月之後才加 然後那一次我覺得蠻好喝的 所以這一次我想說 就是也先不要加糖 泡然後再加加糖 可是忘記下糖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留言給我們 我們再跟你說就是 我們就超多一次釀米酒 對我們就可以做一集 教你們如何寄在家釀米酒 好喝嗎 好喝多了 我跟你講 不要浪費東西 我們剛剛只能想 我們把它下掉 我們就可以結束了 啤酒 因為啤酒不能放 來吧 我已經沒了 但你剛剛我已經沒了嗎 你沒了嗎 我已經沒了你知道嗎 OK 乾了吧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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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